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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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传播的速度多快 就要看水流了 水流越快 气味就能越快地到达捕食者的位置 然后鲨鱼必须要辨认出气味 而且要足以引起它做出反应 最后它还需要一点时间游到你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放轻松了 你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回到安全的沙滩上 而伤口用OK泵贴起来 也许还能来杯Pina Colada调酒呢 说带一提呢 很少人知道 鲨鱼其实对于猎捕人类不是那么的感兴趣 大多数的鲨鱼只是非常特定的食物 以柠檬鲨来说吧 它在水里面可以从很远的距离闻到一丝血的味道 但是人类却完全不在它的菜单上 软体动物和硬骨鱼非常乐意 偶尔来点海鸟或小鲨鱼有何不可 那人类呢 呃 不用了 谢谢 顺便问一下你有在野外或水族馆中看过鲨鱼吗 如果有的话 请在下面的留言区中写下你的经验吧 以上不过是围绕这个致命捕食者的许多迷思之一而已 让我们再来破除或者确认几个吧 有个刻板印象是鲨鱼是有目的的猎杀人类 但是发生鲨鱼攻击事件的大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这些掠食者误把游泳的人当作他们平常的猎物 例如海豹或者海狮 鲨鱼可能会攻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好奇的天性 这种捕食者往往会先咬看看 来确认这个东西适不适合当作一餐 就跟人类在吃自助餐的时候一样啊 有一种方法认为一旦鲨鱼停止了游泳 他的生命就结束了 然而这个想法只有部分的正确 首先呢了解鲨鱼如何呼吸是很重要的 它们其实可以用两种方式呼吸 口腔抽吸和撞击换气 用第一种方法时鲨鱼会借助脸颊肌肉 将水吸入口腔 然后把水从鱼塞排出 这种方法能够让鲨鱼靠在海底不需要移动 但如果鲨鱼使用撞击换气的话 就必须持续移动 让水流过它们的鱼塞部位 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相信 鲨鱼如果不持续游泳的话 就无法获得维系生命所需的氧气 重点是在400多种鲨鱼当中 有20种左右的鲨鱼只能够使用撞击换气这种方式 所以少数鲨鱼的种类如果无法移动 就无法呼吸的这个说法 其实是正确的 然而其余的鲨鱼种类 有的两种方式都能使用 有的会以口腔抽吸的方式呼吸 所以可以轻松地靠在海底 你有听说过鲨鱼会从水里面跳出来 并把人撞下船的事情吗 如果你相信这个迷思 那可能是看太多惊悚电影了 某些鲨鱼物种 例如说大白鲨 确实能够跳到2.4公尺高的空中 来捕捉像是海豹和鸟类等猎物 但除非你在南非 否则很难找到鲨鱼跳出水面的景象 有人说 如果鲨鱼朝你游过去 就躲在水母群中吧 如果你想浪费时间 并且让自己受伤的话 就这么做吧 其实鲨鱼的皮非常厚 被水母遮到 只会觉得痒痒的而已 必须承认的是 这些捕食者的眼睛相当脆弱 不过鲨鱼能够以特殊的薄墨 盖住眼睛作为保护 另一方面 你反而会被水母给遮伤 这会极度的疼痛 而且水母经常是有毒的 所以可非像多莉一样咯 哎 爆雷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另一个常听到的误解就是 所有的鲨鱼都是掠食者 比方说 超大 所以很可怕的金鲨 其实它是个友善的巨人 它是靠鱼塞 过滤浮游生物 来喂饱自己的 而栖息在海底的脚口鲨 则是以吸食的方式进食 它的主食包括海胆 龙虾和小烘鱼 做出 如果鲨鱼 没有在这个水域攻击过人 这里就一定没有鲨鱼 这样的假设 并非是个好主意 鲨鱼气息在全世界的海洋之中 包括沿海和深海水域 此外 某些鲨鱼甚至会出现在淡水的湖泊 和河流之中 所以 如果你没有看到鲨鱼的踪迹 可能只是代表它不感兴趣罢了 如果我要你描述出鲨鱼的样子 你可能会告诉我 它是个类似鱼雷形状的大型动物 有着好几排又大又尖的牙齿 但其实鲨鱼有各种大小和体型 在400多个种类当中 不但有像深海黑鲨鱼 这种20公分长的小型品种 也有像金鲨这种12公尺长的壮观巨型品种 以橡胶来说 它的牙齿很小 小到甚至不会参与进食过程 而绞鲨有几颗看起来像是旧齿的牙齿 它会使用这些牙齿来磨碎硬壳的猎物 尽管它们被称为又冷酷又大胆的怪物 你还是可以正面地应对 或者把它给吓走 如果你在水中 而且无法很快地逃脱 那就开始尖叫 表现出攻击性 朝鲨鱼游过去 并且直视它的眼睛 问题是 大多数被鲨鱼攻击的受害者 都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个掠尸者扑过来 而受到了伤害 不过 一旦当你发现了鲨鱼 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你的反应 不要惊慌 尽量保持冷静 或是指着另一个游泳的人给鲨鱼看 它可能会明白你的暗示哦 如果你听到这个说法 鲨鱼大部分的时间 会游在靠近水面的地方 那要记住 这只是一个误解而已 之所以会存在这种误解 可能是由于鲨鱼的骑 在水中蜿蜒前进的时候的刻板印象罢了 大多数鲨鱼通常都不会待在水面附近 它们更喜欢潜伏在 有更多食物的深海处 有一种说法是鲨鱼只有在侧身的时候 才能够咬猎物 事实上并非如此 鲨鱼可以从任何角度之下 进行攻击并咬下猎物 就像我一样 别闹了 谁在给脚本啊 如果你听到有人说鲨鱼可以活好几千年 记住这也是个迷思 鲨鱼的平均寿命通常不超过70岁 但是有一个例外 在所有脊椎动物中 就属格林兰莎的寿命最长了 这种动物可以活到惊人的300到500岁 科学家们相信 因为格林兰莎生活在低温环境 以及其庞大的身躯 因此能够提供给这种动物非常缓慢的新陈代谢 而这反而能够让他们的身体老化速度变得更慢 不管某些电影是怎么演的 鲨鱼其实没有舌头 另一方面 它们有一种看起来与人类舌头相似的部位 但这种器官被称为鸡舌骨 这只是鲨鱼胸部到口部软骨组织的前方部位而已 而且这个器官并不会参与进食过程 而是提供部分骨骼的必要支撑 接下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 多亏了电影制片商啊 就是鲨鱼可以向后游 例如向后游出陷阱 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 鲨鱼不会也不能够倒着游泳 它们的尾巴会推动它们前进 而胸脐则能有助于保持平衡和转弯 因此以鲨鱼的结构来说 它只能往前 而不能往其他的方向移动 最重要的结论是 记住鲨鱼给我们的伟大建议 勇往直前吧 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新东西 那么请帮这个影片点个赞 并且跟你的朋友分享吧 这里还有一些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影片 只要点下左边或右边的影片就可以了 记得去留在我们亮生活频道哦